农夫和他的儿子们 从前有一个靠种葡萄为生的农夫,他很勤劳 可三个儿子却很懒惰,这让他很苦恼 有一天,农夫得了重病,在离世之前,他把三个儿子叫到床边 你们太懒了,但是,我爱你们,我在葡萄园里埋了宝藏 我死后,你们可以去挖出来 三个儿子听了,忍着泪水点头 不久,农夫去世了,三个儿子开始挖宝藏 他们哗啊哗,哗啊哗,可是除了土,还是土 终于,他们放弃了 转眼到了夏天,他们被满园的葡萄给惊呆了 最小的儿子忽然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另外两个儿子很奇怪,把这些葡萄卖掉就发财了 还哭什么呀 哼,哼,要是我们没有去翻这片土地,葡萄能长得这么好吗 他们都哭了,原来父亲真的买了宝藏 这宝藏的名字叫做秦老 饥饿的狗 三只饥饿的小狗一起去找东西吃 他们找啊找,找到了小河边 看呐,河里有块蛋糕 哦,太远了,够不着 小狗们看着蛋糕直流口水 可是他们不会游泳啊 只好转来转去想办法 有了,这条小河那么小 要是把河水喝光,不就能拿到蛋糕了吗 哦,你真是个天才 能想出这么聪明的办法 啊啊 路过的小猫听见了 忍不住劝他们 河水一直从源头流下来 是喝不完的 居然怀疑我的智慧 愚蠢的猫 开始行动 小狗们看一眼蛋糕就喝一口河水 感觉身体里有无穷的力量 可是他们喝呀喝 河水却没有减少的样子 呃,呃,我,我不行了 喝不下了 呃 你们为什么要听我的话呀 哎哟喂 肚子好脏 小狗们开始互相指责 甚至还打了起来 但是他们的肚子都喝得圆滚滚的 打起架来就像三个皮球撞来撞去 两只打架的公鸡 小朋友们早上好啊 瞧,一只漂亮的母鸡也起来散步了呢 哦,它看上去可真优雅 旁边两只公鸡都挪不开眼睛了 请,请和我做朋友 滚开,它该和我做朋友 天哪,它们打起来了 哎哟,疼死我了 我是最强壮的公鸡 哦,胖公鸡打赢了 等等,事情还没结束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我认为是胖公鸡得意过头 忘记危险了 小朋友,你们有时候会不会像胖公鸡一样得意忘形呢 一头驴子驮着一大袋盐准备过河 它看上去似乎很不高兴 嘴里还嘀咕着什么里 大热天的叫我出来预言 猫老板真是没良心 驴子心烦意乱 一不小心,扑通一声 整个身子,包括盐包,都摔进水里 驴子晃悠悠地站起来 发现盐包轻了很多 哇,还有这种好事 驴子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开心极了 过了几天 驴子驮着棉花又来过河 这次,它故意摔了一跤 身子在水里凑啊凑 两只眼睛都笑成月亮形状了 驴子突然感觉背上的棉花变沉了 压得它起不了身 怎,怎么回事啊 荒乱之中,驴子感觉有一根绳子套在它身上 把它拉了起来 猫,猫老板 驴子傻了 猫老板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就奇怪上次的盐怎么少了些 于是偷偷跟着你 原来你工作不踏实 在耍小聪明 可惜你只知道盐浴水会融化变轻 却不知道棉花溪水是会变重的 我,我错了 驴子垂着脑袋 灰溜溜地跟着帮老板回家去了 茶表捉贼 城里的一家古董店被偷了 警察韦奈尔前去调查 古董店的店员朱丽向他说明情况 我们关门停业了三天 今天上午刚刚开店 就来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子 咳咳 我想看看这些手表 没问题 您随便挑,随便看 他拿起一块手表摆弄 又问了我一些问题 就匆匆离开了 他刚走 我就发现架子上少了一串珍珠项链 这一定是个经验丰富的小偷 您别担心 我找到他的指纹 就能确认谁是小偷 您只需要告诉我 他碰过的是哪块手表 糟糕 这里有这么多表 我不记得是哪一块了 怎么办 怎么办呀 伟奈尔想了想 没关系 我能找到那块表 他观察着货架 很快就拿起一块表 就是他 朱莉感到很疑惑 您怎么知道是这块呢 你们停业三天 没有人给这些古董手表上过发条 他们的指针都不动了 只有这块手表还在走 所以这一定是小偷动过的那块手表 朱莉连连点头 韦奈尔根据表上的指纹 果然抓住小偷 取回了被偷的项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吧